今天蒸了一锅懒人肉笼 这可比做包子省事多了 一卷一蒸 营养又美味 出锅孩子们抢着吃 在大碗里放入葱段 姜丝 一小把花椒 倒入热水 浸泡10分钟 把花椒的香味释放出来 这里我准备了300克猪肉 瘦肉比较多一些 先把猪皮去掉 再昏成小块 切成肉片 再剁成猪肉泥 稍微带点颗粒状 吃起来更香 在肉馅里加入盐 13香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老抽上色 淋一些香油 倒入切好的葱花 姜末 朝一个方向给肉馅搅拌均匀 然后分次倒入泡好的花椒水 每加一次都要搅拌到肉馅完全吸收进去 再加入下一次花椒水 调肉馅时加入花椒水 一是可以去腥 二是能使肉馅吃着更鲜嫩 一直搅拌到肉馅有粘稠状就行了 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和面 大盆里倒入300克面粉 加入3克酵母粉 3克白糖 促进酵母发酵 然后倒入180毫升的温水 先将酵母发开 再边倒水边去搅拌 因为面粉的吸水量不同 水量也可以酌情的增加或减少一些 搅成面絮状以后 再下手揉成面团 一次揉不光的话 中间可以醒上一会儿再揉 很轻易就能揉到光滑细腻了 不用发面 直接晃到面板上 搓成长条 再用掌心按扁 擀成长黄形的生胚 厚度在2-3毫米就行了 接着在上面晃上调好的肉馅 利用刮板把肉馅摊均匀 边缘流出一厘米 不用放馅 然后从下边把生胚卷起来 一定要卷紧实哦 才不会有空隙 收口处压在下面就行了 将做好的生胚摆到蒸笼里 盖上锅盖 醒花到原来的1.5倍大 生胚体积明显变大 用手按一按 立马回弹 就是醒花好了 盖上锅盖开大火烧开 蒸上20分钟 关火以后再闷上5分钟 即可打开锅盖 取出来稍微凉一会儿 再切成小块 好方便孩子们拿着吃 咱们的懒人肉卷就做好了 看一下好看也好吃 一层一层一层的裹满了肉馅 吃起来特别鲜香 松软可口 做法比包子馅饼更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是娟子 咱们下期见 吃起来 吃起来吧 吃起来的 吃起来的 吃起来